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离我很近 我要开始对这个心灵 对灵界做一个探讨 他就致力拍这个电影 当时还造成了小小的轰动 唤起很多人 对原来这个人世间不是只有地球 还有一个灵界 要探讨心灵的世界 这就是在佛教叫做观死无常 刚才有为无常 刚才讲过 我们的寿命长短不是自己控制的 无常就是它随时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你的身上 出现在你的眼前 所以在无常来之前 你要把握时间修行 变成就是说 你自己就会想产生这种无常 我应该赶快一次地修学 以前在学禅修出禅的时候 这个 我教禅修的老师 他出禅跟我自己想像不大一样 出禅我大概以为就是属习吧 用这个天才三观 小子观的法门大概就是要属习了 就是一次一呼一吸就是怎么样 在那边数自己的气息 这才不是他教我 我觉得我吓了一跳 他说出禅你要想第一 你几岁 我那时候想 我二十几岁 第二 你身体状况如何 也就是说你要评估自己可以活多久 第三 你经济状况如何 你需不需要投注很多的时间体力去上班 剩下的时间再来禅修 第四 你这个人交友状况如何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女朋友 你还要去约会 你还要有性生活 你还有什么坏习惯 你有时候要喝点酒 吃点肉 嚼槟榔 第五 要怎么样 综合下来你可以禅修而取证的时间 他有好几项 我在这里不一样一样讲了 综合评估下来你觉得你经过禅修 而今生而正得解脱 开悟的几率有多大 这叫出禅 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况 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 那还要评估你自己的智慧高不高 所以出禅真的去这样去失误自己 感觉自己状况 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还在那边搓脱什么 我还在那边斜见什么 我还在那边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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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太多 今都会有一Cre